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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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的癌層 很多時候對應在地球形成的時候的火成癌 或者是在後來已經有生命形成的時候的微生物沉積癌 我們就可以定得到的 這個就是對於比較遠的地質考古定年 到跟人類文明時期比較相近的定年 或者就算是恐龍時代的定年 我們都會用碳十四 尤其是人類文明那些 真是以千年都不出萬年這些時間 就最好用碳十四 這個半需期只有五千七百年的這種元素 來去幫他們做個定年 那再近一點的東西又可以用什麼的定年呢? 其實很多時候你會為了你那件東西的樣本究竟是多久呢? 你就會用一個適當的一個會衰變的元素 來去幫你做定年了 那所以呢 你會發覺是很有趣的 這種定年考古跟那個核子物理本身之間的關係 那中間需要就是我們對於這個元素的放射性的認識 這個在文科方面也有相當之多的一種的手法 比如在這個大概一百多年前 中國有一個學者叫王國維 他提到一個叫做《兩重證據法》 比如說在歷史書上《史記記載》 這個《唐嶼下山州》 我們有沒有找到在那個發掘的文獻裡面 證明這件事情呢? 舉個例子 比如說如果有夏朝的話 大宇有寫過一篇文 刻在那個頂上 他證明這件事情 叫做《二重證據法》 那接著有人說《三重證據法》 就是我們在發掘的時候 我們掘到一些古物出來 去證明某一件事情存在過 比如說夏朝的時候 我們現在在這個《二里頭》 掘到一些批評或者出來 就是以那個早的相待 我們就嘗試去論證 這個物件呢 就是夏朝的 但是現在我們講的有四重證據法 就是原來我們有科學方法去找出那些古物出來 去對應那個年代去證明那個年代的記載 就是記載的那個年代發生過這些事 所以現在今天科學方法會講這種方法 但是不知道《三重證據法》 除了《三重證據法》還有一件事可以說的 就是那個植物的年輪 是 是 譬如你劏開了那棵樹 它是一個個環的嘛 你可不可以解釋一下 為什麼這件事會成為考古的證據呢? 是的 這個也是一個比較早就發展出來的考古方法啦 因為你直接數那棵樹 它因為那個季節周期的關係 令到它在一年裡面不同 季節的那個生長速度不同 於是一浪一浪的樣子 就出了一個年輪的圖案出來 你數多少個年輪就知道它多少年 所以這是一個生物的方法記載了一個年份的樣子 當然啦 另外還有一些岩層啊 諸如此類啦 那麼剛才台長你提到的那些多重證據法呢 你會發覺就是越來越多 就是不要說說有多少重啦 就是很多時候一定要揉合了 見物件本身啦 或者不要說物件啦 或者一個場地啦 就是那個考古場地 以及裡面找到的那些器件啦 第一重證據啦 是不是? 然後就是文獻的記載啦 然後還有就是周圍的環境證據 那個環境證據就不只是你眼看到的 好像年輪這樣的變化啦 而且是一些經得起的鑑證科學實驗的那些證據 而那些證據就是碳14啊 那些什麼定年呢 就是那個地質證據啦 另外就是說如果對於泥土微生物樣本 就是另外一重的證據 那麼我想起還沒講巴比倫的例子的時候呢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那個大陸的湖北省博物館 那時候其中一件鎮管之寶是什麼呢? 就是一個月王勾錢劍 那把劍本身它怎麼知道是那個年份呢? 就是你出土的時候附近泥土 你跟它做過定年 你就知道大約就是那個年份放了下去的了 那就是跟那個月王勾錢出現的時代吻合了 那我們就知道呢 這個就是一個可靠的考古證據 其實剛才台長你也說得對的 我們是盡量想希望在那些古物的器件上面 找到更加多給出來流落的痕跡 由它的材料給出來獨特的痕跡來幫它定年 剛才說漏了一樣的 就都未是我們科學回憶錄今次想說的一樣的 就是那個叫做用激光去射到一些陶瓷材質那裡 比如說你那件器件是陶瓷材質的話呢 它原來是吸了很多 原來是儲存著很多當年流下來的光 在裡面 你是要打那個激光下去才能夠把那些光式放出來的 由你的激光打下去將它鎖在以前那些光的能量 放出來的那一刻呢 原來又是一個幫你去將這件陶器物件定年的一個方法來的 那麼這件事呢 甚至乎是香港都有機構去做這件事的 那如果你拿去英國啊美國就更加多 甚至乎那些拍賣行也都非常的倚仗這些這樣的機構 但是現在這次呢 台長要介紹這個巴比倫的這件這樣的考古遺跡呢 它又用了另外一個我也想不到的一個方法 是啊 剛才你說的那個拍賣行為什麼這麼重要呢 因為有很多假古董嘛 那你去看一些是不是假的東西呢 有很多方法啦 不過還沒說到巴比倫 還有其他人說 這是提案的話來的 但是我覺得可以說 可能將我們都會回答一個前面說 就是中國在二十幾年前搞了一件事叫做夏雙周的定年計劃 這個項目很豪大的就是 它的嘗試去證明在雙朝之前還有夏朝 證明你要拿證據的嘛 那那個定年也很重要的 就是說如果你說這件事存在的 它什麼時候開始呢 那其中一樣是靠什麼呢 天文學 就是在這個 就是在這個 我忘記了是商朝還是周朝呢 他們記載一次的是日蝕 我忘記了是什麼天文現象 但是我猜多數是日蝕 就是對應這個日蝕在天文學上什麼時候出現過 這個是一個他們覺得很穩固的日子 因為在這個歷史的記載是很詳細的 就由這個開始定了 這個年份是等於公年前幾年幾年 定了這個坐標的時候再推翻之前 歷史的記載和文物的記載再相關這些 所以你去嘗試去證明下朝是什麼時候出現的 就是由天文學去嘗試去論證一些東西 你只是說聖經故事耶穌出生那裡 就是已經那三顆星為什麼會走在一起 其實已經又是一種天文 給了一個天文定年的一個方法來的 有人甚至乎他給了一個結論就是說 其實那一年不是公元零年來的嘛 就是如果說的 你越搞就越嚴重了 為什麼你搞了這麼久 都證明不到這個下朝曾經存在過 不過很有趣的 如果你說下朝 其實你如果留意在中國的近代更多的發現 你可能最後未必論證到下朝這件事 但是意外地發現到在整個中原大地上 是更加多其他以前的古文明 你說三星堆的那些已經是了 應該就會有更加多有趣的發現出來 是啊 所以這個題目本身 其實你可以說一方面就有很多知識 另一方面也都挑戰了我們很多傳統的教科書的講法 是不是正確 那麼介紹這個呢 要先介紹這個背景 這個報紙出自其實就是以色列的一張很著名的報紙 出自它其實就有少許Rzender在那裡的 為什麼呢 它跟中東說是不對的啊 全部 但是科學那個發現事實上我一看到就非常之有興趣了 那這個叫什麼呢 就是叫做 Arcumagnetism 哇 這一下一聽到我就非常之醒神了 那你就解釋一下這個是究竟什麼事了 就是兩塊東西這樣加起來 Arcumagnetism 就是那些電磁學 磁 不是電 原來跟什麼有關呢 台長你發給我這個題目呢 我對於那個文明歷史那裡 我就不太會留言了 就要靠你補充那些精彩的故事 但是原來其中一種定年的方法是跟我們地球的磁場有關 那又記得我們以前在其他的科學新資折數呢 我們有講過一個題目就是什麼呢 地球的磁場呢 原來是曾經經歷過很多次的改變的 是南北極整個顛覆了的 那跟著呢 我們甚至乎擔心就是會不會 接下來我們會面對一個情況就是地球的磁場 突然之間消失和轉向呢 那講就講得好像很科幻 但是這件事情呢 在以前是發生過的 也都不是 即將來也可以是再發生的 只不過是什麼時候會再發生 我們不知道 而對於我們地球的磁場那個追蹤記錄呢 其實我們在科學上文明上都有很多的記載的 現在我們都知道了 地球的北磁極呢 其實一直是在動的 以往我小時候看地球的北磁極的位置 大約在加拿大北部的附近 那所以你去加拿大北部附近看北極光是最容易找到 但是現在呢 這個北磁極的位置已經慢慢向著 俄羅斯那個方向去飄移了的了 那究竟看不看了北極光呢? 也都視乎當年的那個太陽活動緩不緩約了 這裡就講遠了一點點 回到這個考古那裡了 正正我們知道地球磁場是曾經改變過的 那個理由在哪裡呢? 我們就是由地球本身那些岩石、泥土那些數據 它原來記錄了曾經有幾次磁場的轉向 每次地球磁場的轉向呢 它是能夠帶動到地球上面某一些的物質呢 是跟著它那個方向來去指向同一個方向 那個比例有點不同 視乎你本身那種是什麼物質 每一次的轉向你就會帶來一次新的方向上的轉變 你也可以在那個 由那些石頭 或者是某一些元素 它們整個晶體排列在那裡的時候 你看到它怎麼畫過一個痕跡 或者我舉一個這樣的比喻 可能大家就容易明白了 不知道大家會不會喝不喝這個Cappuccino 都好 要拉個花在上面的嘛 你看人家那杯Cappuccino咖啡 那個拉花你是要拉出來的 就是其實你上面你倒下去的那些奶的軌跡是怎樣 就拉了個花出來的嘛 其實現在那個地球磁場就好像這個 你負責去做拉花的那個人這樣 有時扭這邊 有時扭那邊 最後就在那件這樣的考古物 那個樣本裡面留下了一個磁場拉花的痕跡出來 那就由這個痕跡我們就猜到它是有幾多次的轉向 其實就很有趣了 如果我們知道地球磁場和這些地球物質的相互關係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有辦法留一個證據 如果我們知道地球上每一個時期 它地球磁場在不同物質上面留下的印記應該是怎樣的時候 其實就好像我們在每一個年份畫了一個黑道那樣 反過來就幫我們問回 又給了一件器件看回它那個磁場的圖案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知道這個地球磁場留下的記錄 正在對應它是多久之前的東西 所以這個Accumanitism 其實就是一個靠地球磁場考古的一個工具來的 好了 那這個磁場的考古為什麼這麼重要呢 或者在這裡做到一個這麼重要的角色呢 就是因為在那個地方這個Levin 這個Levin 這個L-E-V-A-N-T 應該就大概在那個中東的黎巴嫩那裡 就是伊拉克或者那裡 就是當時原來那個磁場那個擺動呢 非常之頻密 這個磁場擺動的頻密就會做到一些事情 就是那些磚 如果你是透過那個太陽直射去看乾它 就出不了這個變化 但是如果它在那些磁場那裡燒呢 我不知道那個後面那個具體那個科學那個方式是怎樣的 這裡很簡單的 你只要去 我不是說這樣嗎 剛才就是你地球磁場 就好像你去做Cappuccino拉花的時候 拉了一個圖案出來 但是這個圖案呢 很有趣的 你稍微 譬如說它如果在那個那個泥磚上面 已經留下了那些物質留下了一些這樣的磁場的一些遺跡 但是那個磚你現在放在那個窯裡燒的時候呢 就會將這些圖案呢 全部是洗走了 因為當這些磁力呢 加熱的時候它會震動得很厲害 最後就會是將原本所有的圖案是散走了 就是一個這樣的意思 那不然之它有一個印記在那裡 那又有個剛剛答案錯了 但是當時這些那麼寶貴的磚呢 他們的皇帝就刻了名字在上面 所以我們就看到這個皇帝 他們收燃燒的磚呢 如果今天還存在的話呢 我們就定年了 但是為什麼這個定年這麼重要呢 就是因為呢 也為什麼出自在以色列的報紙呢 就是因為這個皇帝 這個巴比利爾皇帝呢 當時是將猶太的第一個廟 就是以色列的猶太人第一個廟呢 是將它毀滅的 那法國的歷史的記載呢 原來有一點點差距 那這個也為什麼這麼重要呢 就是因為在聖經裡面記的年份呢 其實不是很準確的 有些就說得很模糊啦 比如說 如果你去到講了這些語言 更加不知道在哪裡呢 或者是存不存在過 跟著阿拉伯阿拉伯我們相信它存在過的 但是那時候是幾年呢 對應是因為它去過埃及的嘛 但是埃及那邊又沒有記住 這個人有出現過這個人 所以那些年份一直就爭取得很厲害 就是聖經裡面的 就是大家如果是作為一個比較嚴肅的就是 究竟裡面有哪些東西存在過 哪些東西我們找到的紀錄呢 就相當之 就是對於以色列人來說是相當之重要的 因為這個是建國的認同來的嘛 但是雖在就是 當時如果這個摩西去了 就是以色列人被埃及人捉了去這個埃及 不是被埃及人捉了去去建金字塔 埃及人沒有這個記載的 沒有記載捉過那些猶太人去建金字塔 所以如果我們現在要找回那段歷史呢 這個是其中一個所謂科學的方法 去定到年先 定到年了 我們確定到什麼是真的實在存在過了 哦 原來這個皇帝什麼時候出現過 我們現在找到的磁磚呢 確定了他幾一年做過這些事情 那就可以定到以色列人自己 猶太那個國家 是什麼時候發生過什麼事情 什麼時候發生過什麼事情 明白 是的 但是這個我覺得很精彩 就是因為原來你可以看人類歷史的磁場 去找到很多的資料 是的 其實應該這麼說 最後你是如果能夠在一件的物件之中 去找到多個一種的方法去印證的時候 其實對於整個考古的工作就很大的加持在背後 現在我們大約要知道就是 岩石的樣本 生物的樣本 跟著淘氣磚頭的樣本 他分別都有針對他們 還有幾類不同的定年的方法 而且很多時候他不是只看一件事的 剛才只是說一個磚頭 但是可能這個磚頭 他刻了個名字之後 他跟其他當時同年代一起挖出來的石頭 放在一起 於是你可以做一個比對 你就可以更加確定收窄到 這個是不是就是由當時 在當時發生的就是這個磚 從那個年份去燒出來的 而反過來也是那個年份燒出來的磚 還有那個年份的石頭 就有這樣的信號給我們看到 又幫我們去定到 就是給了一個好的參考點 來幫我們定其他的事情 題外說 結尾太陽風暴 文說現在就開始非常之重要了 澳洲那邊開始的無線電波被干擾了 是的 還有就有人提過說 看到南極光 或者有些是喜歡看北極光的朋友 你會發覺是去到日本北海道都看到的 是的 這個完全就是因為那個太陽風暴活動活躍 令到在一個比較不用去到那麼冷的位置 不是那麼高的位置 你都會看到北極光 這個好處就是你看北極光容易了 但是對於那些地球通訊的東西 甚至乎在太空的器件 都是一個很狹狹的 這是一件事 那為什麼會突然間提起這件事呢 就是因為原來我們有很多天文現象 影響了地球呢 我們應該在歷史上找得回這些痕跡出來 是的 就算沒有文獻記載 我們都可能找得回 於是我們可以透過這些天文現象 或者其他的自然界的現象 可以定到我們某些歷史的記載 或者所謂的神話 是不是曾經出現過 這個對於考古學來講 是一個非常大的發展的機會 所以今時今日考古學已經不是一個人民科學 考古學是硬科學 硬科學 是的 我們都看過不少一些曾經做過考古學的人 特意要去讀多一個major 去讀一下這個基因分析 如果你不學過這些東西 你不能夠在你自己的研究上有更大的發展 是的 我們今天的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超大事 我們下星期再見 拜拜 拜拜 神秘的夜第一節 2022神秘的夜和大家見面了 今天會和大家說些什麼呢 就是那一宗在飛機上發生的古怪事 話說在幾個月之前 就在一架美國的內陸機 突然間有一個女人 站起來出來 大炒大賴說要下飛機 到底發生什麼事呢 這個女人就說 坐在旁邊的那個不是人類 大家不下飛機 乘機人都會死 有很多網民說 其實女人可能是沒有說謊的 就說 坐在旁邊的一個 這個叫Shift Shifter 那幾圖你怎麼看呢 這件事其實都不算是新的了 以前我們向神秘的夜都有提過的鵝獸 什麼是鵝獸呢 鵝獸就是可以變成人形的神獸之一 為什麼今天神秘的夜會說這個題材呢 其實你想想 如果Shift Shifter是真的話 會不會我們身邊的人 其實未必真的是那個人來的呢 其實是Shift Shifter 去模擬那個樣子的那個人呢 換句話來說 即是可能有一天觀眾在看的 就並不是我和幾圖在做節目 而有兩個人就扮著我們在做節目 但如果是這樣就很糟糕了 那有機會 人們就在追追假的節目 就忘記追我們的節目 那關鍵是 如果觀眾看完之後在YouTube上面 他們訂一個訂閱鍵 那問題就解決了 沒錯 其實我和幾圖就真的沒有合過 但正正就是我想說的東西 其實呢 就有人假裝我們兩個 是不重要的 最重要是用YouTube平台 看我們的節目的觀眾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和鈴鐺在這裡按一下 我們有新的節目就會有通知的 好了 今天神秘的東西就是這樣 之後就有神秘之東西了 並不是真的我和台長 不是 我和台長 對不起 我和阿企圖 對不起